好,那么这个整合完了,对吧,得试一下嘛,是要试一下,试一下,咱们看一下怎么做啊 首先是,首先是这样啊,又要装两个依赖,为什么呢,因为我说要试一下,对不对 试一下在哪,是呢,在单元测试里试一下,做到之后我们就要怎么样,和项目就合并起来可以用了,对吧 那单元测试呢,需要一个建Unit包,这都知道,对吧,上面多了一个啊,叫SpringTest,为什么呢 因为咱们那个Spring不是要装载那个ClassPass那个东西,是不是啊,XMLApplication那个东西,要装载ApplicationContext 那么我们之前有两个方法来弄,一个是,就在May函数里直接装载,对吧,就是new出那ClassPass,XMLApplicationContext那个类,是吧 来得到这个,叫什么,Spring的配置 还有就是咱们JavaWeb,是在WebXML里配置的ContextLoader,那个东西,是不是啊 对不对,所以它有入口,它有地方帮我们初始化,Spring 但是你到测试里的时候,是不是没有啊,没有怎么办啊 就,Spring呢,提供了一个测试套件 明白啊,Spring提供了一个测试套件,就叫什么呀,SpringTest,对吧 好,所以咱们额外增加两个Dependencies 是不是再到Dependencies里啊 嗯,把它放到 这个属于测试套件,是吧 把它放最上面吧 再贬天一下 这里没问题啊,$SpringWarshan 这个是JUnit.Warshan,对不对 JUnit.Warshan,4.12,4.12,对的啊 到了,JUnit.Warshan 这个是Test 好,就又多了,依赖了,对吧 好,后面还会越来越多,越来越多啊 OK 再回到这个 复制一下 到Web Admin 放进来吧 这样 OK 刷新一下 哦,版本号要删掉,对吧 嗯,刷新一下 好 那么咱们的测试以来就有了 JUnit SpringTest啊,没问题 再看下一步 是不是要有色客啊 对,色客在哪里呢 在这个开发环境里 你们应该下载过了吧 飞球打开啊 没有下载的下载一下 在共享的 共享 共享文件夹有个色客 这个目录 这里有一个MeshOff.zip 这两个一样的啊 你把它下载一个下载就可以了 下载之后解压缩 好 没有下载的先下载一下 共享盘里有一个 色客文件夹 里面有色客啊 把它下载下来 那么有了数据库表之后啊 我们先看一下啊 咱们要创建一个叫MeshOff的数据库吗 对不对 稍等一下 我先把它删掉啊 我们再回来 再从之前创建是为了让Dude连上来 试试看那个Dude能不能用 是吧 能不能连数据源啊 我们重新创建一下数据库 这里还是叫MeshOff 那么这里 平常咱们选的是UTF8 对不对 那下面还有一个UTF8MB4 这是干什么用的呀 这是干什么用的呀 知不知道 知不知道 不知道是吧 好 首先我们先看一下 为什么要用UTF8 为什么要用UTF-8 支持中文对不对 那它为什么支持中文呢 UTF8是个字符级 字符级是不是有好多种啊 就是还有GBK 是不是啊 叫国标 对吧 就是专门支持中文的 是不是啊 还有什么呀 还有什么 ISO88591 是不是还有这个呀 咱们在创建Java的GSP的时候 是不是上面默认显示的好像是这个 还是Java的时候 是不是啊 好 这些都是字符级 那为什么咱们要使用UTF8呢 为什么要使用UTF8呢 或者说这个UTF8 它是因为咱们用它 是因为它支持中文 支持中文 下面这个GBK这个字符级 也支持中文 这是咱们的什么呀 国家标准 咱们的啊 GB是国标的意思 是吧 也支持中文 那咱们为什么选它呢 那我们要理解一下啊 这个东西 之前是不是我有说过 是不是要解释一下 对吧 好 首先要确定一点啊 那就是中文是一个字符 怎么样 两个字节 是这意思吧 英文呢 一个字符 一个字节 那无论是大写还是小写都是一样的 就是英文这个地方啊 没问题吧 那这个时候 为什么咱们不不使用什么ISO这些或者其他的呢 是因为ISO这种字符级怎么样 一个字符级只能存 什么 一个字节 能理解吧 它一个字符级只能存一个字节 那我一个中文有两个字节是不是在这里放不下呀 放不下是不是就怎么样少了一半对不对 才会出现什么 对乱码 乱码是这么来的 对不对 咱们是不是要支持五码呀 对吧 我们要支持的是什么呀 步兵不是骑兵 对不对 嗯 对 步兵没有码 对不对 好 那 UTF8呢 是一个字符级 能存 三个字节 那是不是一个汉字两个字节能放在这里面 放着呀 还多出一个来 哦 明白了 UTF8一个字符级能存三个字节 它能放下两个字节的字符 所以它能怎么样 正常显示中文 明白了吧 那同理 韩文 日文 这些语言都是怎么样 一个字符 两个字节 是不是用UTF8就支持什么呀 多国语言啊 是不是又换句话说这意思呀 是不是多国语言啊 多国语言 那如果有些文字是一个字符三个字节呢 是不是也能放进去啊 哎 所以它支持多少 一百多个国家的 的 什么呀 文字显示 没问题吧 哎 也就是为了做到什么 国际化 没毛病吧 好 所以采用UTF8 是因为它能放下啊 所以能展示 那这个时候呢 再来看一下这个 Mb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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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Mb4是什么 是UTF8字符级的扩展 UTF8 Mb4 是UTF8字符级的什么 扩展 是它的扩展 是它的扩展 一个字符级 能存 四个字节 是不是比它多了一个呀 嗯 那这时候就要想了 那既然放在这肯定是有用的嘛 对吧 那你猜 什么东西 一个字符要四个字节 什么东西 一个字符要四个字节 因为刚才已经明白了 比方说 叫什么 这是RSO RSO 这个东西是什么 只能放一个字符记 一个字节 放进去会乱码 对不对 哎 好 四个字节 对 刚才有同学说了 什么呀 表情包 是什么呀 Emoji 表情 Emoji表情是什么 只能QQ 打开下面 是不是那个表情啊 微信那个表情啊 那叫Emoji表情 不是Kmoji 是Emoji 对 是吧 它一个字符要 它一个这个表情 要占四个字节 那也就是说 如果你做一个聊天系统的话 或者做一个评论系统的话 你在里面想要 纯 就是别人聊天的时候 不是要喜欢发表情吗 那这种你的表里面 想要存储 Emoji表情的话 你就需要让这张表怎么样 是UTF8MB4 这种字符记的 因为它才能存得下 不然你直接用UTF8的话 你是存储不了Emoji表情的 它就会显示什么 乱码 就一样也会显示乱码 所以这个就看情况 对吧 但是你的表 想要支持 这个UTF8MB4字符记 你的酷就必须支持 是UTF8MB4 那理解吧 所以咱们创建的时候怎么样 你就可以考虑创建这个 这样吗 MB4这种模式 明白了吧 好 这就是这个UTF8 和UTF8MB4 这属于小知识 扩展一下 这就是这个UTF8MB4 这就是这个UTF8MB4 这就是这个UTF8MB4